宣读台湾民政府的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这堂课由吴雨木讲师讲课 请大家鼓掌欢迎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说台语,还要说法语 台语听有没有? 台语听有没有? 都可以 好啦,其实我会变来变去 因为我这个年代,那时候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所以我说会变来变去 自己也没什么知道 这是我们行动的过程 所赌到的 好,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这个适当初级班 初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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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先跟我们在座共议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大家共议 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刚才我们的这个座板长有说 他说现在,我们这个 台湾民政务 现在在国际 在国际已经都是明朗化了 明朗化在台湾 为什么看不到 不奇怪喔 国际已经明朗化了 那么在台湾为什么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等一下借由这个课程 让你来了解 这样好不好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是我的名字 我叫吴云木 我住在台南州 我是在做咖啡 咖啡 我是咖啡王子 为什么叫咖啡王子 因为我得到过这个 最高的奖赏 就是这个咖啡烘焙奖 特腾奖 所以我叫咖啡王子 这样啦 十年做咖啡的 如果有机会 你如果去我那儿 我请你喝咖啡 但是要補 你如果補 我说你是 台湾民政务的同心 不然我们的工作人 不知道 你如果補他就知道 好,这样知道要请你 请你喝咖啡 咖啡很贵 咖啡一杯是要200块 算很好的咖啡就对了 这先我介绍而已 好 今天要来说国际法 为什么要来说国际法 刚才有说一句话 现在世界 世界的那些都已经明朗了 但是呢 台湾为什么都不知道 问题出在队 有想要了解吗 世界都知道明朗了 什么世界叫做明朗 是对明朗 你们知道吗 世界的明朗 是以美国 美国出头 美国出头 美国 带头的政策 是全球怎么样 注目的标点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说 我们台湾民政务 在全世界已经明朗了 为什么 因为川普说 川普特别点出台湾民政务 要你们相信吗 等一下你们快就知道 川普特别点出台湾民政务 当然他不是用嘴说 但是呢 全世界现在有两个刊路 世界两个最大的刊路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一个是G7 听过吗 G7 G7 我说G7 听不懂 有吗 一个是G20 这G7跟G20大不大 全球太大太大了 影响全球 全球现在有193个国家 就这样的联合国 联合国 那七大叫G7 这七大先进国家 它所占全球的 的这种总产值是63% 七个国家就占63% 那G7里面 把台湾民政府怎么样 勘在里面 对不对 就是G7承认台湾民政府 这样了解吗 好 不止这样子 G7就是每一年的五月 每年的五月 每年的五月举办 结果每年的七月呢 他就举办另外一个叫G20 你有听过吗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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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G20就是他刚才说G7 七个国家 七个国家还在加13个 七个国家最大的 还在加13个 世界的 白痴 经济 10个 都加进来 叫G20 G20 它 全世界 全球的生产值 至少 80%以上 80%以上 这个80%以上的世界 全球的经济 竟然怎么样 承认台湾民政府 全世界的经济 80%以上 可见台湾民政府 现在是被全球 所有的国家 都知道台湾民政府 所以他刚才 我们的主办人说 台湾民政府 现在是在全球 已经明朗化 已经明朗化了 已经明朗化了 可是呢 你所在台湾的街道 你去问每一个路过的台湾人 你跟他们说 RG20你知道吗 听过 RG20是干什么 不知道 RG20是干什么 也不知道 照这么重大的资讯 台湾民政府 勘载在G7跟G20里面 我们的老百姓竟然不知道 可能 好 那没关系呢 我们等一下 藉由这个机会 我们来 逐步来跟大家解释 那么今天 只要跟大家讲了 美丽江在线 美丽江在线 就是HOMOSA 就是指我们台湾 HOMOSA 我们指台湾 还要加上哪里 澎湖 还要加上澎湖 有没有加上金吗 有没有加上金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HOMOSA 是台湾本岛 再加上台湾周边的列岛 周边的列岛就是澎湖 澎湖 澎湖群岛 还有一些小岛 像我们的小琉球 在高雄出家的小琉球 那些都是在这个里面 这样让大家了解 好 有没有讲到四季争霸战 为什么讲到四季争霸战 我们都不知道 你没有发觉 从川普 川普之前的欧巴马 欧巴马曾经说要重返亚太 有没有 要亚太再平衡 你有没有听过吗 亚太再平衡 那是欧巴马讲的 为什么亚太再平衡 以前美国都是在哪里 中东 有没有 伊拉克 有没有 在那边怎么样 他们作战 现在呢 美国把它的武力 全部呢 几乎 几乎全部移回到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太平洋 太平洋 周边 最北边 苏联 日本 韩国 再来当然中国 再来台湾 再来菲律宾 再来马来西亚 再来澳洲 再来怎么样 这个附近 再来打尾都是叫亚太地区 美国呢 把他世界的军力都移到亚太 做什么 因为 世纪争霸战 你知道吗 所以他整个移到这个所谓的亚太地区 世纪争霸战呢 现在几乎是在亚太 为什么 各位可以知道 中共 在 这几年 有没有 比较强 有 哪里强 经济 他们经济强 比以前要强 那美国呢 他 中国跟美国比较起来 有差很多吗 中国的军力跟美国的军力 有差多少 知道吗 我告诉各位好不好 至少 至少 美国的军力 整体的作战力量 是大于 大于中国的好几倍 五倍到十倍那么多 但是美国为什么会把 中国把它看成非常重要 因为 人口少多 那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美国 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 听得好 美国这个国家 他永远都有怎么样 假设性 都有怎么样 他的这个 假设性的敌果 所以 他现在呢 美国把 这个中国呢 当成 未来的 这个 对立 敌对国 是这样 所以 美国把他的 政国 亚太呢 变成 他是非常 非常的怎么样 世纪争霸战的一个 范围 在这里 让大家了解 好 我们往下看 所以今天晚上的主题 是什么 在这里 美利将在线火摩萨 那么国际法下 我们要让美利将在线 我们要怎么样 在国际法加持下 换句话说 没有国际法 没有国际法 当然怎么样 我们就不用来谈这个了 今天是因为在国际法下 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火摩萨 美利将在线 所以把这个主题 给大家 来 我们过来往下看 你看 他刚才有说 今天日 今天日的 台湾 在未来 我们已经明朗化了 为什么明朗化 是因为国际法 你要了解 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 要怎么叫明朗化 要怎么明朗化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好不好 非常重要 现在的 号称 这个已经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叫中华民国 对不对 每年都说 他们要回到联合国 有没有 每一年都有说 对不对 为什么 他们已经讲了几十年了 为什么 没办法 各位 各位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吗 为什么 流亡政府 对不对 没错 既然是流亡政府 当然不可能 不可能去联合国 对不对 那问题说 他每年都在做这个动作 干什么用 做这个动作是要做什么 对 骗到人 你了解 不错 不错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 讲这个部位呢 我们要讲国际法 我们台湾目前 在国际法里面 我们就在什么 我们要了解一下 来 往这看 哇 来 先看一下这个 好 要这样 现在 我告诉你 好吗 你也知道我们台湾人多厉害 我们台湾人多厉害 台湾人也是很厉害 但是没有尉害 因为这不能叫尉害 我们太厉害了 外厉害了 你们知道吗 我告诉你好不好 台湾人竟然可以养全球 台湾人是伺专球 你觉得我说的有乱说 我没有乱说 我说的一定要有 要有矜固 要有道理 这样好不好 我解释你听 我们看这个 这个叫圣多美 有没有 圣多美 现在说到这个断交 圣多美断交台湾 圣多美是一个小小的 好像在非洲那些小小的国家 说要来把这个创影文 说要给他托六十四亿 六十四亿 结果呢 因为现在 中国民国的国康 已经 让他们都在黑 在黑 黑的都在抗 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钱 好 都要给这个圣多美了 这个圣多美 说你如果没有钱 我就给你抗高 你知道吗 这就是用金钱来买外交 就是这个政権 不好意思 不是跟这个国家 这么多年来 抗高到多少国家 这过去的国家 都是要给它吃 用钱给它吃 但是呢 他就要他钱 他的嘴子这么大 有时工呢 他倒不掉 没要给他人的心 断交 你知道吗 不然这样啦 我说的 来 请问 外男母 我刚才说是全世界啊 台湾人的养全世界啊 我问你 你有戳外男母 你不知道对不对 怎样戳我告诉你好不好 嗯 很简单 我们台湾以前是什么 外男叫做月老 对吧 月老 月老现在在台湾 一国的薪水领多少 无数台湾人 一国的领2万超过嘛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不是跟他吃 你就领不到1万块 因为你去讨厌 新加坡的外路 他跟新加坡的领 一国的也没到 大概减少1万块而已 那为什么台湾要2万块 为什么 因为你要跟他吃啊 你知道吗 你要去养越南 为什么 因为为了讨好 要讨好 要讨好 要讨好他们的政府 所以台湾都没关系 让你方便 他们如果要求要怎么样 要要求 这个 这个 给他们方便 贸易给他们方便 什么给他们方便 我们都说OK OK 为什么 因为我们走去迪士 这些国家 不是我们 参加英文集团 中华民国 他们怕 因为他们不需要 跟他配合 他就 他的 外交 势力就越来越少 对不对 所以要不要跟他配合 当然要 要不要跟菲律宾配合 当然要啊 因为菲律宾 以前我们有 那些菲律宾的外劳 有没有 你也是同样 用很多钱账 你如果没有 用很多钱账 他们的政府就说话 他们的政府就说话 所以 台湾不是这样 去美国 去世界各国 都同样 都是不断 去帖子 美国有没有 我们每一年 有帖子去美国 每一年 有帖子去 阿共 你都不知道 所有的国家都有 来 去美国怎么拿 我们要买武器 要不要买武器 武器 人家帖子国家 买一台 人家帖子国家 去美国买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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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美国买一台 三亿美金 人家帖子 去美国买一亿 那两个一台 两个一台 两个一台 那就是你 吃饮嘛 说到白了 他用 用这个人说 脱天饭肉 有没有 武器搬一条 武器搬一条 用一种方式 让你不知道 让你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了解 他怎么 钱搬过去了 那 那 我们现在都会去说 为什么 因为台湾 透明化 现在来都透明化 不会再 应该是 很快的时间来 我们会来改变 会把过去这种 不公 不平 不义的 这种交往 我们要改变了 现在就是这样 来 这是基隆社 来往下看 巴拉玛 有没有 巴拉玛 现在有些人跟巴拉玛 断交 以前是不是 像长荣 长荣 都在那 他们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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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巴拉玛 是运河 运河 运河的话 当然 你这个 台湾的长荣 在哪里注册 长荣 在哪里注册 是用巴拉玛 注册 你知道吗 是不是台湾人在浅 对吧 不像这些 很多 来往下看 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来 台巴断交 台巴断交 这是 这是 这部罩下的 来看一下 台巴 台巴 请问你 台湾有跟巴拉玛 建交吗 有吗 所以我现在说国际 我告诉你好不好 是我们是台湾 你要建交国家跟国家 对不对 那现在是哪一个国家 跟巴拉玛建交 台湾吗 台湾吗 好 那我现在跟你讲 台湾不一样 不是国家 所以绝对不是台巴建交嘛 你如果要建交就是这个国家的名字 跟这个国家而已 你说美国 美巴建交 没有错 现在中共一面叫做中巴建交 没有错 在台湾 叫台巴建交 台湾又不是国家 怎么建交 但是报纸怎么要写台巴 错了嘛 来 往下看 来 断交啦 乖蔡政府 蔡政府 现在为什么不敢讲蔡总统 为什么不能讲蔡总统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 当然就是什么 就是不能叫蔡总统 对不对 他们是国家 那问题来了 请问你 那他不叫蔡总统 他叫什么 他是不是选总统 选总统 他选哪一国的总统 中国 中华民国 请问你 中华民国还有存在这个世界吗 有吗 没有 没有怎么叫蔡总统 既然没有国家 不是国家都不能叫总统 对不对 所以这些市民都在骗 台湾人就可怜啦 人家骗都不知道啦 好来 这啦 什么 拒绝以金钱 敬族外交的态度 不会改变 看好 来 看一下 看有没有在欺骗台湾人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也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中华民国有存在吗 没有存在 为什么他讲 他讲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不会改变 他表示他欺骗我们 对不对 请问 我们身为总统可以欺骗人民吗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但是他欺骗我们 没有中华民国 既然没有中华民国呢 他说中华民国的存在事实 不会改变 第一个骗我们的 第二个你看 这叫中华民国 这叫台巴 搞什么 乱七八糟 那就对了 好啦 我试试看 好 最近 我们刚才有说到 这个国际的 台湾 在国际整个已经开始明朗化 这个 我是要记这个例子 就是 最近美国 他们的国会有通过一个法案 有没有 通过怎么样 美国的金钱 可以停靠台湾 对不对 请问 台湾如果是一个国家 美国他要修华 修华通过 说台湾可以停靠台湾 有没有来通知台湾政府 台湾就没有政府 通知台湾政府 蔡英文不是 蔡英文他是假的 中华民国是假的 所以美国要修华通过 根本都不用智慧台湾人 为什么不用智慧台湾人 你怎么知道什么原因 他们要修华 说他们要去靠台湾 要去靠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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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跟台湾人通知 不用跟台湾人通报 为什么 你什么 不是国家第一个 第二个 台湾的所有钱人是谁 你知道吗 所有款 所有钱人最大 你们知道吗 台湾的老板是谁 你们知道吗 你觉得吗 所以你来这边 你会学到很多 好不好 依照法律 我现在讲的是依照法律 我跟你讲 如果不依照法律 叫做乱功语 要依照法律 来 听我听错 你刚了解 台湾的所有钱属于美国 很奇怪 所以 你如果说台湾的所有钱属于 如果以后他船就怎么样 随时可以来 中共敢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中共如果 中共如果 委屈他会不会像世界发生 发生了 中共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中共很清楚 我告诉你好不好 中共非常清楚 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跟他没有关系 中共也很清楚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中共也很清楚 所以美国修法通过 要来 停靠台湾 停按台湾 都不必去知会 所谓的中华民国 也不必去知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知道吗 这就是 依法 法律的关系 来往下看 这个是要给你们看 这个是 这台叫什么 这叫Apachi Apa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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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台就是Apachi Apachi Apachi 台湾有的能力 台湾说 之前说 要买17台 17台 花几亿呢 花很多 一台好像不知道 几亿 好像几亿美金 17亿 还是多少 非常贵 你知道吗 现在这台湾有几台 你知道吗 超过70台 可见 这不是台湾买 可见 这不是台湾买 可见是台湾的70台上的 美国的 因为 美国已经在台湾成立Apachi 战队 好 往下看 这个 70台 这都是 这个 美国 你看 Apachi 首支作战队 曾经 这个是在台湾 在台湾刊载的 往下看 看有没有资料 来 应该是这里 我要念一下 我那一次 来 来 美国Poin公司 美国Poin公司 来 宣布 美国海军 泥赤资 34亿美元 34个美金 约合台币 1039亿元 向该公司购买几价 几价 268台 34亿美元 你知道吗 我们过期说 买17台 多少钱 你知道吗 买17台 超过这些钱 但是 你看看 他268架 才得到 34亿美元 这是 这是 美国的路金 有没有 美国的路金 向谁买 美国的Poin公司买 他们要那样 我们台湾 要那样贵 这样有清楚 这样叫 五鬼搬运的 买 五鬼搬运 被移走了 这样子 来 好 来 公吉直通机 你看 在座美国Poin公司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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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曾经 台湾的Apaq 团队已经曾经 这些什么 你们知道吗 这哪里知道吗 今天晚上 我要讲 华 华 让你们知道 台湾的华 是什么样 这个是在 内湖金湖路 100号 这个叫做 台湾的华 金湖路 100号 这个叫做 AIT 它的办公室 在这里一间 只要 AIT 是民间组织 可能 可能 有可能 AIT 会 会掉 不是AIT 这个地方 叫做 美国在亚洲的 军事主委中心 我看在这里有什么 美国在台协委 AIT 台北办事处 内湖 有没有 内湖新子 将于今年完工 前AIT 台北办事处 处长 这个杨树立 表示 新的AIT 将受 陆战队之家 这个所在 我跟你说 这不是AIT 这是美国的 亚洲军事主委中心 里面有很多海军路战队 美国兵 美国兵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因为2008年 美国就通过法律 他们要重返亚太 所以在2008年 今年2016 几年八年前 他们说要来加成立 所以因为八年来 就开始起起到现在 今年完工 今年完工 跟我说 台湾的地位明朗化了 有没有 怎么明朗 你知道吗 台湾民政府 即将代表 台湾进入联合国 今年9月 我即将跟你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资讯 所以我跟你们讲 我们今年9月 9月现在几月了 今天7月底了 剩下一个多月而已 台湾民政府 要代表台湾进入联合国 我告诉各位 台湾民政府 在联合国是 第195个组织成员 第195 现在是193 但是193 可能是黄蒂冈 黄蒂冈要没有正式 他现在算观察员 所以台湾民政府 是第195 第195就表示 我们是合法的 我们每一年去申请 台湾民政府 有每年申请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可以进入 为什么可以进入联合国 你知道原因吗 没有申请 没有申请可以进入 ROC 中华民国 每年申请 已经申请几十年 都不能进入 什么原因 你早就说 流亡政府 简单来说 以法律来讲 有没有合法 当然 流亡政府 当然不合法 台湾民政府是合法 所以台湾民政府 就被主动被邀请 我们台湾民政府 没有去跟联合国申请 你知道吗 我们没有去申请 我们去申请就不够了 对 所以美国 美国把我们引进去了 这是事实 我往下看 这就是海军陆战队 这就是 做 台湾国的地方 现在已经去好了 现在已经去好了 这个 应该是删掉 为什么这个 好 好来 我们来看 我现在要讲的是 把现阶段的情绪 跟你们讲局势 让你们多了解 来 这个6340 这一张是什么 你知道吗 美国法务部安全署 特别 特别的 他们一个文件 6340 他这边呢 强调台湾民政府 是一个外国政府 在这里 有没有 你看 这个名字 这个外国的一个 一个组织 一个政治组织 是什么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有没有 这是美国发布的 来 地址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的地址 有没有 叫做桃园 叫100之1号 100之1号 就是我们的地址 这是美国 发布 所以这个是依法 如果台湾民政府不合法 就东西了 来 看一下看 你要知道 我们去年就第一次登上G7 古年 本来古年除了登G7 也要登G20 但是古年登上G7 没有登上G20 为什么没有登上 因为 要 这个G20 要开幕的时候 中共呢 G20 古年在杭州举办 中共是怎么样 他们是主办 主办的国家 因为他们去年呢 去年怎么样 就把 台湾民政委的资料 G20已经印好了 结果呢 送到上海的时候 被中共拦截 把那些全部消费 中国他自己花钱自己印 把台湾民政委的资料拿掉 所以去年的G20没有印 G7有印出来 他怎么印 他里面的资料呢 有没有 这是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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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那个 那个资料 一样 这个旁边是我们的互联 他的图片是这样而已 图片是这样子 图片是这样子 台湾西部的问题 我跟你说 台湾民政如果没有合法 不是 今天人如果说 这个G 这个 这个 如果说台湾 他讲到台湾 的话 如果是蔡英文的话 如果是蔡英文 这张 这个地方就是蔡英文 知道吗 这张就是我们的 秘书长 秘书长 明天可能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秘书长 来 这就是台湾 台湾西部的问题 就是台湾民政府 你知道吗 这是秘书长 去年的 去年 这就是在 告诡的时候 9月的时候 他们有一间杂志 什么杂志呢 就是这家杂志 来 这家杂志 这是美国很有名的杂志 然后呢 他们的杂志是在 在华盛顿特区 在这个特区 他们这个杂志 有很多政治人物都会看 所以都是在 最重要人物的旁边 台湾民政府造出来 广告 替台湾民政府广告 看一下 有没有 这是什么人 好像是布希 好像是布希 你看 重要的人物旁边 就是台湾民政府 OK 为什么台湾民政府 为什么能够走这么快 能够走到世界 我们现在是世界拍 里面的为什么 就是这位 这位就是公安公司 公安公司的老板 我们在美国 运作都要有公安公司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这个公安公司 不是我们去找他的 不是我们去找的 是他自己来找我们 他自己来找我们 来帮我们的忙 而且呢 他到现在 他都要把我们 今年要做什么 台湾民政府 要做什么事 他都要安排怎么样 叫Schedule 就是行程 一行一行 我们知道 他把我们安排的行程 每一样都做到 他要带我们去见 国会议员 我们就会见到国会议员 他要带我们去见 他们的智库 我们就去见智库 为什么 我知道 因为最近的半年内 最近的半年七八个月左右 我有去代表 我有跟我们的 代表我们的中央 跟我们几位的同心 去美国参加最重要的会议 一次是怎么样 那叫做选举之业 那时候川普在西里 要政选 我们就去参加 选举之业 我们去的时候呢 他就带我们去见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好 结果川普选上了 川普什么时候就职 什么时候 你记得吗 1月20 1月20 今年的1月20 我们去参加 他怎么 他的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 就职典礼 我跟你说 那天很趣 我们 当然 当然是很高兴 我们就整 我们的团队 我团队没有几个 差不多七八个 我们就出了 那边就坐华航 要去参加 川普的 就是我们坐华航 我们就去参加 参加 参加基党 不好意思 不是啦 那叫做 那叫做 逃云基党 逃云基党 你知道我下去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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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去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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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进去 我在等 就看 有一个人来 我看起来 一段人 我看起来 这世面好像很大 我是说 我们都会认识 那不是什么人 大家知道 一段人来 没注意 结果 有些人在走 走到我前面前 我坐华航 这就是幽司困 幽团长 对 结果你知道 因为他不够烂 他不够烂 结果 他都想要上洗手间 结果他就把他的黑色包包拿给他旁边的人 他的水虫 他就继续 我看 这个是幽司困 我就是想 我们比较薄 结果我们大家不要看他 那一堆人 往前走一点点 结果的时候 要选二十多人 他们要参加川普去了二十几个人 你知道吗 我现在告诉各位 二十几个人把哪一个班司的华航的 这个叫头等舱 全包 那些人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有一些官员其中有一个 是那个台中 台中的那个 台中市的市长林佳郎 还有一些我没想到 有一些那个什么 山林 张花棍 诶 我怎么没看 那个什么山林 有没有 那个叫什么名字 有个山林 留长头发的 跟他们一起的 那个好像也是立法委员 有没有 时代力量的 他就招待他们去 又招待记者 所以去二十几个 你知道 那个头等舱 是不是大概 三十个座位而已 就全包了 全包了 我去我不知道 结果他都在那裡 结果你知道我们的夫人 我们夫人她 过去常常跑国外 她做行李 她还没有来台湾民政 的时候她以前做生意 所以呢 她是怎么样 优待 她是什么 那个贵宾 她是贵宾籍 所以她当然去做那个 头等舱 也不会比我们贵多少 这样的意思就对了 结果你知道吗 那些人都知道 那个是夫人 那些人 就是现在中文美国的官 都知道 所以他们一进去的时候 我有听夫人说 他们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交谈 但是那个 他们可以用那个什么 你在头等舱里面 可以用LINE 他们可以传 不是LINE 他们那个里面 是可以熟通的 可以熟通就对了 你要有编号 就可以熟通 所以夫人说 他们整个 会计上都没有讲话 因为他们可能知道 台湾民政府 有一个重要的人员 在他们里面 所以就没人说过 我现在就是说那些人 结果你知道 我们去的心 我们去参加川普 那个就职那天 我们才了解你知道吗 今年很奇怪 以前没有 今年竟然他是用 食意话术 逼上 把整个全区的 川普的旧事典里 都去掉 结果我们的通信 食意话是不是很密 结果 那个相片传回来 我们的通信 就怎么把他放大 一个一个找 就找到游戏坤了 结果他们竟然坐在 民众区里面 你知道吗 台湾民政府 是在黄色的票 黄色票你知道吗 川普特别广告 黄色票就是贵宾票 我们的夫人被招待去 坐在贵宾区 你知道进贵宾区的时候 那条路都没人 整条路都卫兵 都是卫兵 只有两个安全人员 保护夫人一路走到 走到那个 救死典里那个会场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是坐在贵宾区 他们是坐在民众区 结果中国的报酬 就给他报导 说在台湾的游戏坤 他们去参加 川普救典里 他们是用买票进去的 买民众票 黄牛票 民众票可以买进去 所以那一次我告诉你 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接到 我们中央这边的消息说 我们又会跟游戏坤做同一班 结果我们去飞机上的时候 奇怪 飞机要飞了 为什么他们人还没有到 后来就飞机就飞了 我们回到机场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了 他们提早走 因为知道台湾民政府 跟他同一班 所以干脆拿招招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本来去美国 是要大肆报导 他们去参加川普救赎典里 回来 博招地博 对不对 结果这一次因为怎么样 被台湾民政府发现 他们是坐在民众区 等会都没有报导 就是这个 本来有很多人 那个是闲话 来看一下 来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 这家公司叫GVC公司 是我们的公共公司 他非常的厉害 帮助我们 包括这一次 我们是不是去联合国 都是他来协助 那有人这么厉害 他要帮我们办什么 怎么就办得到 我告诉你 他在美国的关节 非常非常的高 高到多高 甚至有可能比川普要高 你说哪有可怜 川普总统是美国最高的领导人 为什么 川普是不是共和党的 如果他是共和党派来的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我这个是猜车 猜车 OK 往下看 那么GVC公司有两个 这个叫Sherry S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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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Sherry Sherry他是以色列人 就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协助这个 这个 为什么这种灯光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刚刚的选举之夜 选举之夜 我们就到华盛顿邮报里面 它是用灯光 有没有 闪烁 休息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忽然 OK 这个 这是谁 副总统 我们拍这个干什么 看一下 往下看 为什么 来看一下 哪一个是副总统 哪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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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统 看这个 来 这个是什么人 台湾民政府 现在是我们的副总理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 庚头 我们的议长 我们的众议院的议长 你看 在副总统旁边 结果呢 我们是 我们去跟他的参会 跟副总统参会 所以 副总统讲话讲完的时候 就下来跟大家握手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副总理 他跟他握手的时候 他就说 We ar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什么意思 他说 我们是台湾民政府 你知道他有怎么回答吗 因为我有听到录音带啊 他们就在现场录下来 他说 Very Good 很好 很棒 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在那插手 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这让大家看到 我们台湾民政府都已经跟世界怎么样 已经到华盛顿的特区里面 都是他们在做交流的 那 结果呢 他刚才这个事情结束 来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 会去跟他吃饭 本来 要吃饭这天 我们有控告美国 那天 就是叫做法庭的辩论日 在法庭 平常就是书信往来 那天辩论 辩论的时候 他们在法庭辩论 结果现在 他们都汹涌 美国的法 美国的法院 他们是三千分立 他们不能乱来 结果你知道 竟然美国的法院 通知台湾民政府 这一次的法庭辩论暂停 美国有历史来 不然这样 为了台湾民政府要去 律师要去 要实施法庭辩论 不然上面人们辩论 你知道吗 要是跟谁辩论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好不好 跟中华民国派去的律师 跟美国国务院派去的律师 要辩论 所以中华民国是被告 被谁告 台湾民政府告 美国如果用政治的话 就不会 但是台湾民政府用法律 所以他只好照办 所以那天是实质辩论庭 但是呢 因为他认为这样 变下去 好像全球都知道了 可能 所以干脆不要变 直接进入 审判 这样就对了 所以最后怎么样 在这天 来请台湾民政府的官员 吃饭 不是请 就是参会 参会 那么他们的美国的法定是这样 今天他辩论完 最后一庭的话 在一个月内 要判决 一家月 那天辩论完 一家月要判决 所以 这天是 3月9号 那么一个月内 大概是 差不多 4月10号左右 结果呢 在3月30号那天 就公布了 判决就公布了 所以台湾民政府为什么会越来越名人 来 这是在我们家 我们前面的原作会议 看一下 这位是谁 我们的代表律师 就是说 那天如果有去法庭辩论 他就会去参加法庭辩论 结果呢 没有 所以3月30号 整个判决就出来了 我们已经看过了 我跟你说 我们走的是法律 所以判决是最重要 结果判决都已经判出来了 因为那是高等法院 再还有最高法院 那么高等法院的判决 听得好 我们在2009年就碰过一遍了 台湾人没有国籍 美国判的喔 所以你今天拿的中华民国国籍 是真是假的 2009年美国就判台湾 台湾也没有国籍 结果你们今天还拿中华民国国籍 当然就不对啊 所以你现在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还是护照你去外国 犯法 要怎么 你去出国外去的呢 如果在那边犯法要怎么办 你知道怎么办吗 如果你在那边犯法 会被送到哪里 中国 一定的 所以各位啊 你不要侥幸 如果你要出去 你要出台湾 最好跟台湾民政府 会先行行行好 当你在那边不小心 碰到法律问题 你要拿出台湾政府的身份证 如果你是拿ROC的身份证 或是拿到护照 拍一些你的犯法 马上送到中国的 他们中国在那里 所以他们的外交 外交大使馆 然后呢 要不然就送到中国去 到中国审判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了解 你赶快 你如果还没有办身份证 赶快来办 那么 这个律师是来台湾做什么 我告诉你 好不好 结果我们都没有想到 竟然 竟然我们控告 他说 中华民国 他们的律师要出庭 对不对 结果他们的律师同意 承认 承认什么 他们律师承认什么 你今天来这 这最重要 你了解 你要听好 他承认 他们在1946年的1月12号 整体把那个时候的台湾人 归籍成中国人 是不对的 是违反国际法 所以 既然违反国际法 你要知道 在美国他们是这样 这个是违反国际法 违反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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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美国人什么都 就是人权的赔偿是最大 你看 上次的联合航空知道吗 联合航空 像是 那一个 好像 一个医生 那 让他拖下去 有吗 蛤 那不知道 什么借 我不记得 你知道赔多少钱吗 一人发生 那你还有知道 我告诉你 赔多少 赔多少钱 九万 你认为呢 人权事件 我跟你说好不好 要交易美金 他们控制他 只要赔20亿美金 结果后来法庭判罪赔9亿美金 9亿美金听好 兄弟 兄弟 那你们的国籍被人家剥削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要赔多少钱 你知道怎么赔吗 要怎么赔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好不好 从你出生那一刻 不 从1946年1月12号那一天开始算 几年 几个月 几年 譬如说50年 一年有几个月 12个月 那就50乘以12 对不对 12个月嘛 乘以12个月之后 一个月有几天 不然一年365天 较快 好 乘以 一个月30天乘以30 30天 一天有几个小时 24个小时 乘以24 好 一个小时有几分钟 60分再乘以60 用这样倍 就是一分钟算 一分钟算 有凶报吗 所以我要跟你交易 你们有来 刚好可以怎么样 搭上这个机会 我同样这位 我去跟外面 有人说 跟自己的亲戚 跟朋友说 有人要听不 不要听 了解吗 我现在说的都发如烈 人都不要听 人都说那不可能 跟一句话都不可能 这样而已 但是我说 这就发如烈 但是他说不可能 这样 所以这就是 我们这个律师 来台湾 来台湾 我们这些干部 开花 你们可以 请求赔偿 用分钟计算 用分钟算 所以 这个赔偿金额多大 大到不算大 多大 不要说 我们的秘书 秘书 秘书知道吗 无限大 已经没到算多大了 所以 你如果来这边 请求这个赔偿 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但是 我们现在有开放 然后我们有跟美国讲 我们现在有 大概有七万个会员 是原告 完告 你要原告 才能够申请理赔啊 台湾那么多人 都没有人要告啊 只有说七万 七万个人要去跟他告啊 所以他就赔 这七万个人而已 所以这背 这真正所谓的 我们就不太愿意 讲这种金钱的事 顺便给你们了解 这样子 所以 这就是 有点 让你了解 那么 台湾民政府 经过这么 到现在 已经2006年 开始控告美国 到现在已经 2016 11年了 2017了 10年了 10年 我们真的付出很大的心血 那么 走到现在 台湾的地位已经明朗了 因为我们是走法律的 美国人 他什么都不怕 就怕法律 美国是什么样 三权分立 对吧 所以他们碰到法律的事情 他们就只好乖乖 所以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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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航 他去控告 他们美国 那个联合航空 他要求要 配20亿 所以美国法院判下来 9亿美元 所以各位 你们在这里 有正常程序 一倍多少 我不知道 休息 可能是 9亿 不是9亿的台幣 9亿的台幣 可是 为什么 大家都听不进去 大家都听不懂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你们来这边 恭喜 恭喜你们 那我们休息10分钟 OK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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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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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所以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可能 看到了 因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些公告 有沒有 江瑜628號送達高院 最高法院 OK 往下看 這就是我們最近在台北舉辦的 六四的宣傳 時間關係沒辦法給大家看 那你要知道那一天為什麼在臺灣民政委能夠在 金馬尔雲公好中路逃警 我告訴你 他們從前面那個地方叫凱達個人大道 是不准停游覽車 哪一天特別讓臺灣民政委有游覽車 滾了十台停止那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上面的老闆說可以就可以 上面的老闆是誰 沒錯 OK 好 往下 好 這是今年的 參加D7 今年的 D7 我沒有帶來 我帶來可以讓你看我們的內容 裡面看見四呀 這是D7 這是D20 今年的 我看她有什麼 什麼年 還有什麼 沒有看到 2017沒有看到 OK 好 這都是今年的 它的內容如何看一下 這內容 裡面看四呀 這算節呀 都這麼看四呀 台湾民政府 这是什么地方 台湾啊 高雄啊 高雄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有住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是高雄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这个是什么 帮台湾民政府 刊登 刊登这个资料 对不对 重要是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里面写什么 才是重点 来看一下 看不见 这P就是Present 总统开的 Present 川普 这边等同都是川普 这个文章一定要川普团队 川普要看过 准你看登才可以知道吗 如果川普说不许刊登 就不能刊登 为什么 G7里面的大头头是谁 川普 川普如果说不爱 就不能刊登 川普如果说刻意 就不能刊登 但是他说刻意 你知道等同川普说 这里有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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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在全世界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需要改变 就是台湾 来 川普是不是等同全世界的方帝 川普讲的话等同圣子 所以川普说的 会不会被执行 一定要被执行 所以不只在 G7 G20 看的都一样 这 你如果 你可以跟你介绍 他们说 哪里有哪里看 我今天不知道 我可以给你们看 因为 你要买到这 我们这三八分而已 这个 G7 让我们三八分而已 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 我都要更紧张 不然都没有 来 看一下 你看 刚才有说到 如果 如果 这就是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 你看 这又是什么人 这什么 台湾 司法院 就是台湾民政府 如果 如果 川普说的 川普 卡电脑 说得真的 但是 蔡英文卡电脑 川普卡电脑 我不记得 他们两个通电话 对吧 如果 他说 未来 台湾 台湾政府 台湾总统 台湾总统 如果是 蔡英文的话 这看出来的 就看 蔡英文了 结果是看 秘书长 你知道吗 你了解吗 这就是合法的 因为 蔡英文 他们那些 都非法的 都不可能 所以未来 挣钱 如果要转 转给谁 当然转给 合法的政府 不合法 能不能转 当然不可以转 了解 这是什么人 知道吗 我在说 这是 全台湾人 没听到 台湾人 都没了解 这个 它叫 Flutch 就是英国 偷欧的总领袖 你知道吗 偷欧有没有成功 偷欧有没有成功 有招募 有 什么人主导的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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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现在的老公 都是世界最重要的人物 台湾民政党 有没有像全球 怎么样 到现在的出名度 啦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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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 我用光 快 仔猴 这个 你说这个 还是这个 副总统怎么可能 站在后面 这是英国的 偷欧总领袖 叫Flutch 这些 这些就是 刚才说的 人 仔猴 仔猴 我刚好 站在他们后面 刚好拍照 OK 给大家看看 好 这就是因为 你看台湾 最近 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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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他们过期 有这么多 的 回到 回到 一直回到 回到 1970 1970 1971 1975 1973 回到 回到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 合法的政权 所以 人家早就知道 就跟他断交 但是 剩下有一些 为什么没有断交 因为 你们台湾人每一年 都要拿很多钱 去养他们 所以 他当然 那个时候 中共还没有养他们 所以 台湾人 台湾人去养他们 你们都有养 所以 你看 亚洲 宿小龙 现在是 亚洲 一条 因为我们平均收入 2万块 人家都整十万 2万块 好了 了解 你看 所以我们 今年正式被邀请加入联合国 成为第195个 第195个 第195个 我们是被排在195个 足足成员 听得好 我不是说国家 因为台湾目前没有自家变国家 所以 但是呢 可以变成观察人 叫足足成员 足足成员 一个条件 要合法 不合法 绝对不可能 所以 ROC 每年都说 我们要成立一个什么样 入联 那个 申请 什么 那个都是在骗我们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不可能 因为他们本身是不合法 不合法就不可能 那就不用讲 好 这是联合国 联合国 他的 United Nations 就是联合国 主权国家 基本上都要主权国家 就是合法的国家 国际组织 出力出力各国 要国际 国际安全 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人权 公民自由 政治自由 民主 现实 这方面 的一个 叫联合国 OK 你们看 为什么 我还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美国是老大 你知道为什么叫老大 其实 全世界联合国 的老大就是美国 美国 收入算 你知道吗 虽然说 那就是国家 为什么说美国收入算 你看 这就是赠联合国预算的比例 提供的比例 你要美国每年提供多少 25% 联合国一年 要用的費用是非常非常多 美国占22% 这样有多少吗 看一下 日本 9.6% 还比什么 比中国更多 大家知道 所以你看 我们的母国 吃的比例 现在我们的占领全国 吃的比例 所以他们怎么样 当然会带动台湾 他们收的算 你知道吗 美国收的算 来 我们来看 好 叫下 2011年的7月14号 南苏丹加入之后 目前联合国总共成193个 会员国 包括这个 帆立冬 帆立冬 soient194 现在第195 này 就是台湾民政委 好 这半23岁 这是他秘书长 他们过去立任的秘书长 上一任的秘书长是谁 韩国的对吧 潘吉雯 我知道 lighting one 哪一个 这个是什么人 現任的 葡萄牙的 叫安东尼奥 安东尼奥 这是现任的秘书长 现任那些 bleeding 他們一組都做幾年 你看這2007到2016都幾年 十年 剛好十年啦 不對喔 2001到2016 二十年耶 很恐怖耶 十九年齁 真的很恐怖 沒有看這個1997 三年 這還沒那麼多年齁 這個沒有那麼多 所以不一定 這個做最久 對不起我講錯了啦 對不起 講錯了 對不起 是十年 2007到2016是十年啦 對不起齁 十年啦 這韓國的做秘書十年 現在安東尼澳 現在開始啦 OK 從今年的講話開始 來往下看喔 好啦 因為我們今天 我介紹這裡 讓你們知道說 台灣民進府已經走到這個程度了 台灣民進府為什麼可以走到實在 現在能夠變得開始怎麼樣 在全球怎麼樣 越來越透明 讓全球開始 這是台灣民進府 因為台灣民進府經過十年的打拼 是走什麼路線 走什麼路線 法律的路線對不對 那麼法律現在已經走到美國最高法院 所以 所以 預估啦 預估在今年的 三個月來 六月二十幾號 我們 鬆走三個月來 差不多九月底 九月底 想要做最後的判決 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講到我們九月要去哪裡 我們要參加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是什麼會議 知道嗎 知道嗎 剛才我有講 我們九月要參加什麼 聯合國大會 對 結果呢 我們 美國的最高法院 也有可能在九月判決 我覺得他們都合作會 合作會 一次處理 一次處理 這樣就對了 所以 九月的判決怎麼樣 很清楚嗎 我已經被邀請進入聯合國了 所以 對我們一定是很好嘛 所以 他剛才說的 所謂控美的 人權賠償案 這個一定會達成 了解啦 因為是法律 OK啦 來 台灣民政府呢 即將成為聯合國 的成員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活法 正常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要跟大家說 當我們台灣民政府 接到聯合國 就邀請了時候 我們的秘司長 向聯合國請問 請求 請示 請示什麼 你要用什麼樣的條件 來邀請我們台灣民政府 聯合國跟我們保證 一切用 就是最正常的 正常的 資格 邀請台灣民政府 所以正常的資格會怎麼樣 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會在今年的 聽好 真的是一個大消息 今年的9月 會升到聯合國的 他們的旗子 他們的群體裡面 你知道嗎 台灣民政府的旗子 會在聯合國升旗 會在聯合國升旗 會點聯合國 把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旗子升旗 所以我們即將變成他的第195個組織成員 組織成員 不是國家 OK 所以要了解台灣的地位 現在大家都知道 所以要了解 因為台灣能夠走到上去是國際法 是國際法的關係 來國際法又稱為什麼萬國法 萬國公法 要稱為國際公法 是主權國家 國與國之間的一個法 國際法 台灣民政府 因為在國際法 規範下 所以到現在70年了 過去規範台灣的法律是什麼法律 過去70年來 什麼我就知道了嗎 就金山和平條約 規範台灣一直到現在 那麼台灣民政府呢 經由國際法法律的控告 現在呢 美國正式接受台灣民政府的控告 控制 那麼正式接受 所以預估在今年的9月底 6月9月底 大約是9月底的時候 之前會最後的判決 最後判決 OK 所以 所以 影響 國際法 我們剛才講到國際法 那麼真正影響台灣的地位 最重要的就是 就金山和平條約 今天我們都是 就金山和平條約 要怎樣 規範條約 你知道 就金山和平條約嗎 知道內容嗎 裡面 要去了解 你其他的可以不用研究 你要去研究 就金山和平條約 到底他有哪些規範台灣 來看一下 過去我們叫日本台灣 日本台灣 為什麼叫日本台灣 為什麼不叫中國台灣 因為台灣是日本的 台灣是日本的是怎麼說 依照國際法 知道嗎 全世界 現在中共說台灣是不夠分過一部分 中國有沒有這樣講 過去有這樣講 已經有幾年沒有這樣講的 你們知道嗎 中共已經幾年沒有講台灣是不夠分過一部分 幾年沒有講的你們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我告訴你 習近平有幾年 習近平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五年了 五年了 五年進政 習近平進政是什麼人 主政 他們最大的 好像他們的國家主席 什麼人 習近平進政 不記得喔 我跟你說好不好 胡錦濤 胡錦濤 你說台灣是不夠分過一部分 會分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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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一天 習近平 習近平去中國找他 他教授 你們中國還要依照國際法 來執行對國際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做法 結果 胡錦濤說 國際法是你們西方國家的產物 跟我們中方國家 這個是 等於不等同 不認同 結果你知道西大學怎麼跟他 問 怎麼跟他回答你怎麼知道 他說 如果你如果不認同 國際法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拿出你的實力來 你的實力 實力是什麼 你的武力 胡錦濤 從此中國不曾再說 台灣是他不夠分過一部分 聽好喔 中國不曾再說 是誰不能說 因為最高領導人 絕對不再說 從胡錦濤下班人一直到現在 都不能說 不可以說 為什麼他不可以說 因為國家領導人講的話等同 法律 所以總領導人不能講錯話 他絕對不會說台灣是他不夠分過一部分 但是外面有聽得到 有都什麼人說 外面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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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質疑他的時候 要他們最高的長官 那是他個人的 他個人的 他個人的 講法 跟國家沒有關係 這樣 所以我們會聽得到 但是都不重要的人講的 真正重要的就是 國家的總領導人 絕對不敢說 台灣是他不夠分過一部分 包括這一次美國 國會是否有立法 立法他們的船艦可以靠台灣 對不對 他們的國家領導人有沒有說 說話 要知道 OK 所以日本台灣是依照國際法 依照國際法的 我們是依照國際法 我在這裡先調和宣言 你知道什麼原因 為什麼在這邊寫宣言 這是什麼人說的 最近很多人都說 叫馬英九 馬英九每年都強調一次 根據開柔宣言 這個台灣歸屬中國 歸屬中華民國對不對 馬英九每年都講 但是你知道他是根據什麼 開柔宣言 請問 開柔宣言是不是條約 開柔宣言就是 他吹說的 言論自由 他講的 是不是能夠 能算 當然不能算 因為他不是法律 法律就是要依法 依法就是要條約 條約 是不是可以自己簽就好了 條約一定要兩兆都要簽 兩個人要簽 宣言不要兩兆 不必 雖然你自己說就好了 所以我現在 我是吳某某 來我吳某某宣言 根據我吳某某的宣言 我們幾歲 你幾歲 生理齁 李什麼 李坤氏 李坤氏 來根據吳某某的宣言 李坤氏的財產是我吳某某的財產 所以你藥就不能有 你們家的宣言 你家的宣言 你家的宣言 我會 你家的宣言 有效就是這樣 馬英九說根據開朗宣言 開朗宣言 開朗宣言是單方面講 怎麼會有效 你要有效 一定要兩個人都要簽 對不對 你去人家買家 可以你簽就好了 要買人不要簽 你買人不要簽就沒真正了 一定要簽就有真正 你知道嗎 一樣 今天呢 我們說所謂的根據開朗宣言 是錯的 很錯 錯得離譜 最近有沒有說 馬英九有沒有說 有 馬英九再說一次 啊 開朗宣言就是條約 欸 真的很堅囂 我 我專門在FB法文 因為中國人有像馬英九這樣的一個人 說宣言就是 宣言就等同條約 真的下中國人的面子 你們中國人大家都點不點 馬英九在台灣 幫你們十三個中國人下面子 你都點點 對不對 悲哀 先緣 絕對不等同條約 條約 是要兩兆簽名 先緣跟你說就什麼 好 來往下 所以今天我們講 日本台灣是怎麼樣 日本台灣 是因為日本台灣在過去的歷史上一路走來的時候 依照什麼 依照什麼 來 國計法 什麼國計法 第一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是在什麼時候簽的 條約要兩兆對不對 好 兩兆簽了就有法律效果 對不對 來 是在1895年 這個萬青建拜 1896年的時候簽的 簽馬關條約 把台灣永久勾讓給大日本帝國 聽好 把台灣永久勾讓給大日本帝國 在那個時候台灣是領土還是殖民地 對 如果領土能不能勾讓 不可以 所以 他那個時候殖民地 殖民地 殖民地 殖民地就是 叫我們現在台灣人 你說的 那個所在我去經營 哪個土地 不知道我去經營 我經營 我去經營 結果有一天 處處出現 你跟處處相見有沒有 處處說法院 到法院的時候 法官說 你們的證據拿出來 結果呢 你說我經營 從事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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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指示他的一個殖民地 問題來了 結果他把台灣都掛的人 這中間人怎麼有這個習慣 那當時清朝要掛 掛好日本的時候 他就說 我是像洗澡平原是我的殖民地而已 如果關山那我不要去過 我不知道那不是我的土地 他應該這樣說對不對 結果他都沒有把台灣都掛好日本 這是不對的 那當時 凡是清朝 他就說我只有洗澡平原是我的 那麵頂不是我的 那當時日本天皇上沒有接受 凡是要接受他還要負很多錢 你知道嗎 結果他不知道 日本是來才知道 我剛剛的事情嚴重 那當時我早就朝我爸爸講話 我爸爸日本人 因為他九十歲了 九十一歲了 他日本人 他知道過去日本在台灣的情形 我們住在國憲 我剛才有說我做家比良 我們要有一個山 我們要有一個山叫大山山 大山山面上 那當時日本人在那裡都講不去 他那當時怎麼講不去 就是日本人那時候有些原住民 沒想要接受日本通敵的 他們都講不去 那是過去啦 所以我爸爸對日本的時代有 有概念 有概念 然後呢 為什麼台灣是那當時 清朝的殖民地 為什麼會變成日本台灣 變成那領土 他要依照國際法 依照什麼國際法 第一個 來 第二個就是政府 政府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台的 不可以跟台灣人 抬到說來 你們要投行嗎 不可以 用政府就是來想辦法 來建設 來做土地的建設 來做什麼 水庫建設 來做鐵路的建設 讓台灣人覺得 這個還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台灣人都 少年歸去日本時代 所謂 所謂 所謂的觀念 我小人要聽我媽媽說 我媽媽怎麼說 他在日本時代 日本的時代 那時候一年都要做 家裡要清潔 大清潔 大清潔的時候 我們家裡都會在 有時候有在天蓬 其實以前不是叫天蓬 以前的面前都會有 看看看看看 這樣 是整個清潔 你知道 那時候都叫孫渣 叫日本都叫孫渣來的時候 他要怎麼檢查 他都叫一支櫃 現在來到這個天蓬 都要把它吐 你知道嗎 它吐 如果灰塵掉下去 不行 重整 以前衛生就很好 這說過期日本時代 所以政府台灣 再來要開始防民化 防民化就是要開始教育 這裡一百九五年 一百九六年 再來到這裡就是 防民化台灣就一九三七年 經過四十幾年 一八九五到一九三七都四十幾年 經過四十幾年 經過四十幾年 要怎麼 政府 政府看著幫你教 看著幫你教育 讓你開始接受 開始防民化台灣 那麼一九三七 之後 一定要經過什麼改動 才能夠正式成為日本領土 實施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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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憲法進行 這個中間還有一項很重要 要參加國際的會議 要讓國際整個世界同意 沒有人抗議 沒有人抗議 沒有人抗議說台灣是我的 都沒有人抗議 包括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也有派人參加 他們有時候 那是一個軍事的會議 會議裡面 大家都同意 台灣是你日本的領土 沒有其他的當事人 都沒有 這樣可以 如果有人說 台灣是我的 這樣就不可以了 從來 看要怎麼處理 所以要憲法 就是在這個時候 實施大日本地國憲法 你知道哪一天 實施大日本地國憲法 你知道嗎 哪一天 你先來講講 4月1號你不是說宜人節嗎 那都是同片的 4月1號 4月1號台灣實施憲法 現在 中華人來 因為這天 就是台灣人 會叫做台灣人 的行鮮祭練日 台灣人過去也沒有國家 為了 開始來建議國家 這天 4月1號就行鮮祭練日 現在中華人集起來的人 是說 這四月車要改變 讓你台灣人都忘了 所以說 這四月1號就是宜人節 所說的都無尊神 利用那天 行鮮祭練日 說那天說的都無尊神 台灣人有聽話 有 好 太會 反正 所以現在沒有 主持 好 無機会 就對了 好 現在開始有機会 好 好 所以你看 我們要了解 就是 那人以前 為日本 建拜 現在台灣在關台灣的就是這個條約 日本前排後有人簽一個條約 簽條約我剛才說要兩兆簽 兩兆一方面一定是要日本簽 一兵另外一兆是誰 我剛才說兩兆 兩兆就是 這兵是反正兩個人同意才可以 但是另外一兆幾個人你知道嗎 四十八個國家 但是為什麼現在都以美國為準 這四十個國家的大股東就是美國 多大 九十九%這樣有大嗎 所以他講就算啦你知道嗎 嗯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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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聽就都嚇得不破 會害死光天 都跟你們家有關係 都跟你們家做的 那要怎麼會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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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繼續看喔 我現在講就是在中的 好 好 好 來看一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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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官司法 這是美國 你通敵台灣 美國說就算 美國說怎麼就這樣 這樣就對了 台灣官司法 再來 就是講到這個啦 你剛才講到這個啦 台灣人的苦難 有什麼苦難 來啦 很簡單啦 台灣人從來不做自己的主人 都怎麼樣 從來都是外國人入侵啦 入侵起來都怎麼樣 讓你死啦 用很多勃殺的 不是用倒台啦 反正讓你死 讓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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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法 這我是狼 現在的ROC 過期所走的路 我正說 我正在憑良心講 他所有都是他的政策 都需要殘愛台灣的中國 第一個詐騙 有沒有 他們政黨有詐騙嗎 他們政黨是詐騙台灣人耶 詐騙的修法 詐騙的修法 有沒有吃修法 我們人去國國贏 你知道嗎 一樣的一項事情 台灣人人去國 每天修 但是如果他們去國 每天都贏 叫修法家 來 有沒有吃歷史 現在他要回到中國了 你知道嗎 要回到中國的時候 他要不要把歷史 調整過去 他都課綱為條 其實不是為條 叫大條 他們以前說 說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哪裡 在台北 對不對 現在要調整那裡 要調整那裡 要調整那裡 要怎麼大條 要怎麼回條 請問 由台北調整那裡 哪算回條 大條 大條 讓你了解 來 吃歷史 吃歷法 什麼叫吃歷法 什麼叫吃歷法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你們過期所做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你說 你知道他們很多工 是要歐錢用的 你如果要好一點 人去做不一定對 不一定對 來 核式工程 核式工程要立法 要齁 但是要立法就是怎麼樣 立法界 是為了怎麼樣 生錢用的 這樣 核式工程 來操縱選舉有沒有 有沒有操縱選舉 全世界只有台灣 你如果去選這個人 他調的時候 一票一票一票三十塊 這叫操縱選舉 那這個 如果這個人選調 譬如說蔡英文選調 他贏幾個 680萬嘛 一票三十塊 剛才買到 兩億嘛 兩億嘛 兩億的這叫什麼 紅口會 你知道嗎 雖然你那邊 不要再說國家不對 你知道嗎 因為每一年都要 每一年都領 操縱選舉 貴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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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我們台灣人的 可憐 來 一項最嚴重的 環境汙染 你怎麼知道 環境汙染 以前我們的茄子 我們的茄膏 我們的水膏 都有滴滴魚 對不對 現在滴滴魚 怎麼會滑 當然不會滑 現在都怎麼樣 汙染 什麼汙染 我們大家都有水 因為我們都用石化清潔劑 石化清潔劑 都排到水溝 石化清潔劑 石化清潔劑 什麼做的 石油做的 石油裡面是什麼成分 什麼成分 鉛 工 隔 內 這裡都有毒 你把它排到水溝 當然水溝當然有毒 剩一些魚都死了 這叫環境汙染 結果是誰做成的 爛的 我們今天想要用石化清潔劑 因為 我用剩一年 生產那麼多 變成石化清潔劑 最熟 因為不用成分 最熟叫誰幫助處理 叫台灣人幫助處理 有嚴重嗎 很嚴重 為什麼台灣人想要買石化清潔劑 因為我們家沒有錢 我們一家賺多少錢 所以越熟越好 所以有冬也要來用 你知道嗎 這是比愛 很多 有過半印 剛才我講的 有過半印 空投資票 這是台灣人的苦難 苦難 好不好 知道就好 來 我們大家都沒有國籍 我們沒有國籍 因為你現在拿國籍是價位 這個價位 沒有國籍 來 這個有國籍 這個就是丹麥 他去 我們有一個核心 去丹麥 結果他要申請 他的身份證明 結果他申請下來變什麼 說中國籍 結果他還要抗議 過定條證 經過三國籍下來變什麼 無國籍 變無國籍 所以我們都沒有國籍 來 這項 無國籍 無國籍 來 這就是他 所以剛剛說到台灣的地方 這個 現在講到這個 青龍 他真正的名 青龍 非常名的名稱 就是中國難民當局 現在 現在叫中國難民當局 他參政府的無助劫 他如果政府 就可以被邀請到任國 知道嗎 因為他不是政府 他是暉法的 真正能夠擁有台灣的所有TCG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國台灣當時他們都沒有資格 因為是什麼樣 根據國際法 美國說你們要根據國際法 所以台灣民進府經過這麼多年 來十年的控國大家都很辛苦 你知道我們都是七天 我都把我的需要放著 我剛才說我是靠的王子 我把我2013年在中 這個卡位風伯獎的冠軍特等獎 我全的時間都放在這裡 是不是這樣 但為了台灣嘛 好 所以我們譬如說2017年 是我們的執政年 到目前來看 我們應當會在年底的所有非常大的一個收穫 因為今天我們就要參加聯合國大會 聯合國大會 你知道嗎 參加聯合國大會 就表示我們的身份已經是被全世界認同 我們是合法的政府 我們絕對不是親菜公公的 合法的政府才會正式被邀請到聯合國 了解齁 OK 好 那麼台灣呢 我們希望台灣未來 讓我們真的是非常美麗 這是我們來回想一下 這是我們來回想一下 現在這個看起來像台中的車頭 台中的車頭 你有看嗎 像日本時代為甚麼都蓋得這麼好 為甚麼都蓋得這麼好 因為 日本把台灣動作他的命頭 所以他會用最好的建材在台灣建築 在台灣建設 所以當時你看 在日本時代 伊朗的建築都叫巴勒克建築 巴勒克都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因為當時比較沒有興趣 當時如果興趣 像現在華盛頓 華盛頓都是帝國式的建築 你如果去看就知道 都帝國式的建築 都是這種的放大 都這種的放大 他們很奇怪 美國的華盛頓 很多他們的代表 他們國家的建築 都是這種的放大 因為台灣沒有要那麼大 在美國他們都放大 這樣就對了 所以這是非常漂亮 這是剛才余夫 余夫他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夠回復 但是他不了解台灣 任務在做甚麼 不應該來投入台灣政府 來 所以我們未來是怎麼樣 剛才我說 給莫殺美麗再現 我們台灣竟然有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台灣有這麼好的人民 的素質都很好 我們都很誠意 我們都很誠懇 我們都願意公平爭議 對不對 我們要讓這塊土地變得非常美麗 讓這塊土地變得非常的清潔 對不對 就像甚麼樣 他們一天的工作時間 沒有我們的一半 但是他們的收入是我們的五倍十倍那麼多 為什麼 我告訴你 因為你們的錢都被拿去養全球 真的 你們的啦 所以你們今天為什麼大家躺得很難 因為你們都去養全世界 為什麼要去養全世界 因為 他要為他為他的賬款 他都叫你給我承認 叫你給我承認我錢 你給我承認我錢 用錢買外交 就是ROC 聽到嗎 現在因為他是不好法 所以人家坐著坐著 所以他跟這個年底 今年的年底 會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台灣民眾有起來了 今年幾位台灣民眾 參加聯合國大會 所以台灣民眾 中東那麼多 你們錢都買不完 如果你不把這個 台灣的管理權要回來 你知道齁 我們的土地 天皇不會同意 美國為什麼不會在台灣 挖土甲的舊油 因為他如果挖舊油 就違反國際法 你知道嗎 美國它是鎖法的國家 所以不會去挖土甲的土地 因為土地上會 日本天皇的啊 國際法規定啊 你不能給人家 你佔領以後 你是地上管轄權啊 地下是別人 都不能挖 所以ROC在台南挖兩口 美國把它放起來 你知道嗎 因為那不是 他不能挖 這樣啦 所以台灣未來 有資源 有錢 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人民 要不要好好的怎麼樣 來協助 來服務 讓我們的子子孫子 世世代代 過著最幸福 因為我們有錢 我們錢太多了 全世界給你去 未來 我們會把錢 來照顧我們的子孫 我們的子孫以後 不要再玩那個小電動玩具 以後要玩什麼 世界級的大玩具 怎麼玩 只要你提出你的計畫 經過專家的評估 你這個計畫 絕對可以執行 政府把所有的錢投入進來 讓你的小孩子可以 永遠怎麼樣 努力 變成在玩世界的遊戲 所以台灣未來會不會幸福 台灣的土地這麼美 台灣會不會美麗再現 保證會美麗再現 美麗再現是誰 給誰 給我們在座 各位 你的怕怕孫孫 讓我們的子孫 變成世界上最幸福的 一個國家 一個人民 一個土地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今天晚上講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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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